现在咱介绍两款录音屏蔽器 这两款它是整体上是一个音箱的外形 然后呢 一个高一个白 它的主要差别呢 主要是两点 第一个是砖子的数量 就是发射信号的砖子数量有些差异 第二个呢 最重要的点就是这台机器 高的这一款 它是用电池工作 这个就是工作方式跟手机的工作方式是一样 这款矮的呢 它是不能用电池工作 它是需要插电源的 这个地方插这个 电源也不能插上 这是这个最重要的两个区别 这两台机器 这个 还有一个比较这个 点心的控制点呢 这两台机器后面都不止有这个两个功率调节旋钮 无机式调节 工作的时候呢 先把它打开 这个现在是待机状态 然后呢 用遥控器开机 现在我不开了 开的话影响这个录像的这个音频 这个开机 关机 然后这个旋钮呢 这个同时往右调 往右顺时旋转 能够调节这个整体的这个发射的功率 这是一个使用方式 然后关掉 这个机器还有这个机器 它的共同特点就是三面都可以发射信号 一面两面三面 这个也是一面两面三面都可以发射信号 另外这个工作方式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都是这个这个 这个 硬摊 然后用这个 遥控器开机 然后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电池主动 充电 这个是 差点线工作 嗯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机器呢 可以在这个位置 OM logo 就是说 我们的锦销商可以根据这个自己的录录呢 然后在这贴上 这个可以就是说实现这个能够这样操作 这样的话呢 呃 能够做成自己的品牌 就实现这个实现实现这个OM这个服务 这款也是一样 都有一个 OM logo 的位置 嗯